各位跨的弟兄姐妹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 跟大家来分享 我自己非常有感受的一个信息 叫做活出真自由 大家也许在这个COVID的疫情之后 可能你有点感觉 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 报复性旅游的这一个说法 好像在这个COVID的疫情 整个这个lockdown 我们对生活的一种限制里面 大家都很想要走出去 好好的自我能够释放一下 我想活出自由会是 我们很多人会希望有的一个生活 那我觉得我今天很有感动的 想要跟大家来分享 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的名字叫郭俊豪 我在高雄的武昌教会福士 今天我特别要跟跨的弟兄姐妹来分享 借着这个信息 跟大家来分享 我自己对于自由的一些体会 你认为什么是自由呢 对我来讲 自由是一个非常海阔天空的感觉 我常常幻想自己像是一艘在汪洋大海当中的一艘小船 自由自在的 在这个浩瀚无垠的一个海面上 自由的航行 没有任何的拘束 没有任何的限制 只有我一个人 我常常把自己定位 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图像 可是我也知道 自由也是一个相当混淆的一个说法 例如说 有许多人给自由下了许多的定义 有人说不自由勿宁子 所以对于自由的想象 对自由的渴望 有些人说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跑 自由对一个人来讲太重要了 但是却还有人说 自由自有多少的罪恶 加你的名而行出来呢 所以大家好像对于自由有很多自己的想象 可是很多的错误跟罪恶 也是因着这个词汇而行了出来 例如说我们有许多人很简单的说 这是我的自由 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时间 这是我的一切 我决定我要怎么样活出 我 所以到底什么是真自由 在我人生的过程当中 在我成为基督徒的旅程当中 在我幕会的过程里面 我个人有很深的体验 我今天很想跟在跨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 我很想听听看你自己的感觉 对自由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定义吗 也许你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板上写下你简短的自己对自由的体会或想象或感觉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来分享我对于自由的认识 可是我自己觉得对于什么是自由 我想反过来来问 首先来认识什么叫做不自由 从不自由也许你比较能够体会什么叫做自由 什么是不自由呢 我把自己想象 我把自己想象像一颗洋葱 洋葱有很多层 有外面有里面有最深的一个部分 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想要的是外面的自由 那么什么叫做外面的不自由呢 那当然就是身体的限制了 请问在你现在的生活里面 对于你身体的自由 你有任何的限制吗 有任何的环境或者是工作 或者是你的身份 让你没有自由行动的权利吗 我希望是没有 但是应该每个人都有一点限制 例如说如果你是一个学生 你现在应该还是有上学的要求 如果你在职场工作 你会有上班的需要 甚至你要打卡 在那个时间你是被限制的 当然如果有些人你是在家上班 你有你自己生活环境的自由 但是可能你也必须被限制 在某一个环境当中 某一个时段 某一个时间你必须给某一个人 所以老实说身体上面 很难有所谓的完全的自由自在 放空自我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们都很希望有这样的想象 对于许多人来讲 其实身体的不自由是非常痛苦的 最近在不同的国家 都有所谓的这种润的说法 或者是逃跑或者是移民 正常的情况下移民 那么在不正常的情况下 非不得已的情况下有些时候 你必须要逃跑 很多人都很向往身体的自由 以为我们换了一个环境 我们去到一个地方 也许就是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这是作为人最基本的渴望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一点点的体会 身体的不自由 在我国中刚毕业的时候 我那时候读书不是读得太好 我对于继续升学没有什么样的把握 所以在几经的选择之后 我就决定了去到我最向往的大海 那我那时候怎么向到大海上去呢 我就想说那我就加入海军了 在我那个年代呢 你如果要成为一个军人 最简单就是投笔从容 报名 你只要报名参加 你就可以被录取了 所以我那时候呢 也没有多想 因为只有15岁 也没有太多的人生经验 我就决定了 签下一个合约 就参加了海军 我在想说 哇 我一参加海军之后 我就可以接触到大海 我可以航行在海上 然后呢 我只要这12年呢 服完兵役呢 我就可以去商船 然后呢 我就可以行遍世界 完成我这个大海上 海阔天空的 这样的一个自由的生活 这就是我当时也很简单想象 结果我去了以后呢 哇 马上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 就临到了我 因为刚刚加入海军 在这个军队的环境当中 第一个就是 接受军事化的训练 所以当我一进去之后 我就发现 哇 突然间 我不但没有摸到海水 我马上被关到军营里面去 在我的生活里面 我马上发现 我的周围就是四面的围墙 而且上面都有很多的铁丝网 我马上失去了我的自由 那时候我才十五岁 所以我很强烈的感觉到 我的身体的行动自由 被剥夺的感觉 而且我那时候 很强烈的感觉是 我签下的是十二年的合约 也就是说 我感觉到 我好像被判了 十二年的徒刑一样 我不晓得你能不能 体会我那时候的感觉 我是失去了 我自己的行动的自由 这是我第一层的体会 行动上面的自由 身体的不自由 限制了我想 去到各个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经常在当兵的时候 看着围墙 然后想象 如果我可以像一只鸟 有翅膀就飞过这个围墙 离开这个环境 该有多好 那是我年轻的时候 十五岁的一个想法 我那时候的感觉是 我做错了一个很 严重的错误的决定 以至于我要失去我 余下这十二年的时光 如果这个是你 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感觉 那时候 我的感觉就是 我没有了自由 我第一个体会到 就是行动上的不自由 我好像一个被牢笼 被枷锁所捆住的 我被限制在这一个军队的环境当中 但是我觉得那只是第一个程度 我就在那个时候 我经常在想 如果我有办法可以脱离 这一个军队的环境 后来我两年的军校的毕业之后 我就上了军舰 在那军舰里面 那是一个铁壳的船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开到澎湖 我们开到七楼 我们开到不同的地方 我还是关在这个铁壳里面 所以在那个不自由的当中 我就开始想象 我应该如何做 我可以逃离这样的一个环境 哪怕是是短短的一段时间 短短的一段时间 我都很希望 我能够稍微离开 这个被限制的环境 后来我发现我有机会 因为在军队里面一段时间之后 我就发现说 在军队有机会可以考试 如果我可以考成绩够好 我可以被派到国外去受训 那时候我就抓住一个机会 我跟我一个好朋友 我们两个人就去考了英文 因为我从15岁开始 也没有读什么书 我对英文一直很有兴趣 我就听了很多的英文歌 在不知不觉当中 我的英文就打下了一个蛮好的基础 长话短说 我就考上了有个机会 去接受英文的专业的训练 就读了半年的英文 之后我又报名去参加 到国外留学的考试 那时候在军队里面呢 只要英文比别人稍微好一点 就会有机会 那我后来我环顾我的周围 有许多跟我一样背景的人 我没有什么学历 但是呢就是凭着英文还可以 我就跟别人去争取这个机会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考试的时候 在整个这个考试的这个空间里面 有一百多个人 我是一个小小的士官 我周围全部都是军官 他们都是大学毕业 甚至有去到国外的经验的 但是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我一定要考试 通过这个考试 让我可以暂时的离开 这个军队的环境 所以我抱着必死的决心 我就去参加这个考试 别人也不晓得我有几个金两 可是我们那时候一考 突然间大家都非常的惊吓 因为一考完之后 我们马上报成绩 满分是一百分 结果我的成绩是九十五分 所以马上在当下的监考的人就说 你预备出国吧 我那时候考过以后 我跟我一个同学 我们那时候一起去考的 我们两个好兴奋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梦寐以求 可以脱离这个军队的 那个身体的限制的环境 我终于可以离开了 果不其然三个月之后 我们就两个人一起 办好了出国手续 我们两个人就搭上了华航的飞机 我记得非常的清楚 在飞机的里面 我们两个人 那时候我们才二十岁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然后提着一个007的手提箱 那时候的出国 就是感觉好像 这个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一个经验 而且一上去之后呢 那个华航的空姐跟我说 你们是公派的 所以只要商务舱有座位 我们就会让你坐商务舱 所以你知道吗 我跟我这个好朋友 我们两个一进去之后 就坐在华航的商务舱 一个747的飞机 在桃园机场就开始 跑道就开始滑行 我跟我的好朋友两个人 就手握着手说 我们成功了 我们成功了 你知道我那时候 心情的感觉是什么 我好像真的是一只鸟 插了刺我飞出去了 那么就是半年的时间 对我来讲 就是呼吸自有空气 那时候我心里面也觉得说 我只要能够离开台湾这个环境 我能够去到美国 我那个想象的美国 我那个好莱坞式的美国 那个我听热门音乐 听流行音乐 演电影里面所看见的 那些所有的场景 我就是要投身在那个环境里面 那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想象 那的确我去到美国之后 我发现我好快乐 虽然我读书也很认真 但是我很快乐 是我每一天都可以在 那个自由的环境里面 呼吸那个自由的空气 我留长头发 我穿便服 没有人可以管我 我以为我已经达到我的自由了 但是我才发现说 其实那只是一种对自由的 很肤浅的体会而已 第二层的体会就更深刻一点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的身体是自由的 但是呢 你的思想上面也许并不那么自由 我在用我自己的一点经验跟大家分享 大家看我有一点点的岁数 我成长的过程刚好经历过台湾 从过去的一党独大威权的体制 后来转型成为一个多党的政治的一个社会环境 所以在我15岁当兵的时候 到现在都还是有举光日的电视教学 我们当过兵的人大概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每个礼拜四我们一定要一起上课 那那个没有什么 因为当兵有这样的课程是正常的 但是你还记得在当时的环境里面 电视台不是现在的环境 那时候只有三台 华视 中视 台视 其实都是公办的 那也就是说 所有的新闻都是一样的声音 没有什么跟它不一样的报道 那这代表什么 就是我整个成长的背景 我的思想里面只有单一的一人化的教育 我当然没有太多的比较 我就觉得这就是一定是真理 所以对我来讲 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 我没有太多的思考的机会 所以我的思想是非常单纯的 党国教我的是什么 大概我就接受什么 等我开始成长的时候 我开始去接触到不同的资料跟讯息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你知道吗 在我年轻的时候 如果到书店去 接触到一些国外的杂志呢 我那时候好奇 我把一些国外的杂志拿来翻来看看 你一定无法想象 在我那个年轻的时代 有一些的英文杂志上面是有黑色的笔画过的 也就是说某一些的词句某一些的符号是不让你看见的 你当然很难想象比较出现在跟过去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用我的经验再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的思想里面可能有某一种从环境来的一种塑造 你可能觉得你是很自由的你想看什么想读什么都可以 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从我自己所走过的过程 从过去单一的信息到多元的社会 卓氏金飞或金氏卓飞的现象非常多 过去做这件事情是对的到后来是错的 过去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到现在是变成大家都应该做的 你就会发现如果我还执着于过去的某一种思想 我就很难在新的这个环境里面生存 在我以前当兵的时候有一些所谓的老偶啊 我不晓得你听过没有老偶啊就是这些很年轻的就当兵 然后一辈子在军队里面的这些老士官 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忠贞 以前我的单位里面有一个老士官 他身上带满了国旗 他的口袋拿起来都是某某伟大领袖的照片 在单一的思想的环境里面 对他来讲他活得很自在 因为他效忠领袖就是政治正确 可是等到政党环境改变了之后 我再看到这些的老先生们 我就会觉得说好辛苦 因为他不晓得如何处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 这当然不是他的对或错的问题 而是我们的思想里面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自由 有没有真正的真理可以引导我们 这就是我在想的 我很感谢上帝的事当我去到美国之后 我想要去体会美国的生活 我有一个自由自在的环境 暂时没有人来管我 我可以很自由的生活 我很快乐 我每天要去游泳 我可以去学潜水 我可以去做我任何想做的事 我也开始接触不同的信息 后来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我不晓得到底我的思想里面 什么才是真正的真理 直到了有一天 有人邀请我去到教会 我小时候去过教会 教会对我来讲是一个我曾经有的经验 我对于基督徒 对于基督的信仰是 还算是蛮有好感的 我没有接触太多其他的宗教 所以当这一次的邀请临到我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的妈妈 在我出国的时候就跟我说 有机会请你到教会去 这句话就回到我的心里面了 我就说好 那我隔天去 我去了以后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这个教会不大 有很多的留学生 很多都是博士生 有许多也已经读完他们的博士 学历都很高 在我军队的环境里面 我非常的自卑 因为我没有什么学历 只要你是大学生 只要你是研究生 对我来讲就是高不可攀的一群人 我常常觉得他们用一个 鄙视的眼光来看我 这是我的自卑感在作祟 可是在这一个教会里面 我感觉到他们对我是很真诚的爱跟接纳 我很好奇为什么他们没有一种 眼睛长在头上的那种态度 我后来发现他们一起 每一个礼拜都到教会来聚会 他们一起在读一本书叫做圣经 在这本圣经里面 我发现他们用神的话彼此鼓励 照圣经的话彼此相爱跟对待 我发现原来在这里 有上帝的真理 使得他们可以用另外一种角度 另外一种态度来看待自己跟看待别人 我很羡慕他们不用活在很多很多的比较里面 我很羡慕他们能够真诚的 按圣经的真理来彼此对待 我真的很羡慕他们真的在真理当中活出一种自由 就是他们不再被某一种的一言堂的信息所困住 因为他们有真理 真理成为他们的评判 以及他们生活的依规 这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渴望 我也要像他们一样的自由 不仅这时候我身体是自由的 我很想要我的思想也是自由的 但是自由的意思是什么 自由的意思就是我有真理可以帮助我 来分辨我所接触到的许多的讯息 过去是一言堂的 现在是很多元的思想 在那么多的所谓的道理里面 每个人都可以讲出他的一道 到底有没有一个分辨的智慧呢 我后来发现圣经的真理是历久彌新 我应用在我的生命当中 它给我一种真正的超越的自由 我不晓得你能不能体会我在表达的 就是圣经的话虽然经过几千年来 但是他永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它是一个放诸四海皆纯的真理 这个真理帮助我重新回到台湾之后 在我在看一个原本让我觉得 很受限制的环境 很受限制的一个氛围里面 我的思想却是超脱的 却是自由的 这是我从上帝的话里面的 第二个层次的体会 真理让我得以自由 上帝的话真的成为我 批判性思考的一个最客观的依据 现在我们在学校里面都会教导 学生要有批判性的思考 但是批判不仅仅只是一种态度而已 批判是因为你有所依据 你才能够批判 是不是 但是就好像你有一个尺 你才能够去评估说 哪一个东西的高度有多少 哪一个东西的长度有多少 你有一个客观的依据 而对我的经验而言 圣经的真理成为我最好的依据 因为不论我去到任何一个国家 不论我阅读任何的一个报章杂志 或者是思想某一卷的书 我都有所依循 而这个真理真的让我的思想完全的得到了解放 我好珍惜圣经的真理 所给予我的这个自由的经验 当然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自由 除了身体的不自由 除了思想的不自由之外 我发现我生命当中对另外一个不自由的体会是最深刻的 而我觉得这就好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的洋葱里面的最深层的那一个不自由 我称它叫做生命的不自由 耶稣曾经对于跟随祂的人 犹太人说过 你们必认识真理 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他说如果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自由了 很多人都以为他自由 但是耶稣却说 你们若认识天父的儿子就真自由了 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真的自由不是从道理来的而已 真的自由是跟神的儿子建立生命的关系 真理不仅是道理 真理是一个人 这是我生命里面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 我刚刚有提到 当我去到美国的时候 我是带着一个想要自我解放的一种思想 身体的解放 思想的解放 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我当兵那几年 因为环境的束缚 我经常在有机会放假的时候 我就去到现在讲的所谓的夜店 在那个时候叫做舞厅 我很想要自我解放 因为太郁闷 军队那环境太压抑 所以不论要花多少钱 我都想要跑到夜店去 我们那时候只要是在高雄 不论是到基隆 到台北 到其他国家 只要有机会我就跑到夜店去 为什么 因为我很想要在那个地方 暂时忘掉一切 在那个音乐 在那个灯光当中 不断的闪烁跟震撼里面 暂时忘掉一切 年轻的时候当然就是乱蹦乱跳 那就是我年轻的时候 所以我在大概有四年的时间 这就是我的立场的生活 去那边就是跟所有的好朋友 玩在一起 有机会交朋友 有些时候就是跟不同的朋友 做不同的事情 大概就是那样的一种环境 对我来讲 那已经是我生活的习惯 可是呢 当我去美国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一点 已经重度上瘾的感觉 什么叫做重度上瘾呢 就是我已经去到夜店太久了 如果我今天去到了美国 我大概不只是去夜店而已 我觉得我要尝试更多 而且我已经告诉我自己 我要放飞自我 没有人可以限制我的 过去我接触都是美国的 二手的东西 我现在是一手的进到好莱坞去 所以我去到美国的第一个礼拜 我就跑到好莱坞去 我要去体会那边的生活 但是我觉得上帝很怜悯我 我没有进入到海莱坞的夜生活里面 他反而把我带到了教会 因为他知道 如果我往那里去 我在美国的那一段时间 大概我就会走到一个 更难以自拔的一个地步 因为没有人可以管我 我已经预备好一切要放纵自我 上帝很奇妙把我带回到教会 就在那里我经历到了耶稣 他们把福音带给我 我在一次聚会里面 我在那里祷告 我看见许多人在祷告里面 他们痛哭 他们流眼泪 我自己当下的感觉是什么 我自己当下的感觉是有点尴尬 我那时候很年轻 我是个男生 我觉得祷告一定要那么情绪化 所以我就在我内心里面 做了一种的祷告 这个祷告就是上帝 你知道我想要认识你 但是请你不要让我像他们一样 你知道上帝多幽默吗 就在我做了那个祷告之后 我就坐在那边 突然间有一个很强烈的情感 从我里面并发出来 我很难去描述那什么意思 但是我就突然间就嚎啕大哭 我就开始流泪 我就开始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我完全无法停止下来 就这样子我哭了二三十分钟 眼泪鼻涕一直流 我好狼狈 但是我那时候哭完以后 我一点都没有痛苦的感觉 我也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 我没有想到任何东西 我就是一个很强烈的 一个神的爱摸着了我 当我哭完之后 我感觉好像天开了 我就跟牧师说 牧师我有一个很生气的经验 我讲给你听 那个牧师就跟我说 恭喜你被圣灵充满 我说什么叫做圣灵充满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 从那一个经验之后 我听讲到我听得懂 我觉得那些话好像是火的 是对我说的 而且我好渴慕读神的话 我好渴慕亲近神 对神好像痛了 我突然间明白了耶稣说 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 但是你们却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但是我愿意 当我得到耶稣的生命的时候 我整个人好像活了过来 我们每个礼拜最渴望的就是去到教会 去敬拜神 那是我这一辈子以来就学下来的一个经验 我那时候开始我非常渴望来到神的殿中 来认识祂 来建立祂 这是已经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但是那却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的 我的对于自由的体会 就是我去到美国的时候 我虽然身体自由了 我去到美国以后 我虽然思想上自由了 但是我发现一个人真正的不自由 是在他灵里面的不自由 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罪对我生命的捆绑 以至于我知道什么是对的 我做不出来 我知道什么是不对的 我反而去做 这是保罗很深刻的一个描述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明明知道哪一件事情不应该做 但是你却不得已 你还是得要做 这是每一个人跟罪的一个征战 我怎么去面对他的呢 经过那一次被圣灵充满的经验之后 我更多的渴慕神 我更多的追求主 我就跟神说 神啊 在我当兵的过程里面 我学会了抽烟 我跑夜店 我学会了赌博 我学会了花很多的钱 放在自己的身体 我的行头上面 我的享受上面 这是我表现自我 我放纵自己稍微解脱的一个方式 但是久了之后 很多的习惯慢慢已经形成了 例如抽烟 我从15岁开始就抽烟 在我那个时代呢 抽烟是被鼓励的 当兵的时候 所以我们所有人几乎都会抽烟 我们也常常在一起赌博打牌 跑夜店等等 所以我就跟神说 神啊 祢帮助我 我过去想要戒烟 但是我怎么戒都戒不掉 我跟神说 神啊 请祢帮助我 我不想要再继续抽烟了 祢可以帮我吗 上帝说 好啊 可以啊 那祢就把烟丢了吧 那时候我买的烟还在我身边 我就拿起来 我就丢到垃圾桶去 我过去戒烟最久 一个礼拜 我一定再把它拿回来抽的 因为我没办法 习惯了 结果那一次很特别 当我把烟丢了以后 隔天我没有想要抽烟的感觉 再过一段时间仍然没有 而且很神奇的是 当我闻到烟味的时候 我居然会比赛 我不喜欢那个烟味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再也没有抽烟的欲望跟需要 还记得我跟大家说 我以前只要有空 我就要跑到夜店去 因为对我来讲 那就是一个自我解放的时候 可是每一次从夜店回来 花了钱回到了军队里面 我又再次觉得很空虚 空虚的累积一段时间 我又跑到夜店去 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当我去到美国的时候 去到夜店在军队里面 那是他提供给你的环境 但是呢 反而是我那时候没有需要了 我宁可把那个时间拿来读书 我宁可把那个时间拿来教会 来追求神 大家一定觉得我疯了 你以前最想要的生活 怎么现在不要了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经验 你一定会觉得很神奇 当我信主之后回来台湾 我们以前那群好朋友就接风 我们就去到我们以前 常去的那家夜店 我下去到那个舞池的时候 一样的声光 一样的那个效果 然后呢 很多的镜子嘛 对不对 我就在站在那个镜子前面了 我就跟自己镜子里面的我有一个很神奇的对话 我好像突然间跳脱出来 我就跟镜子里面我说 郭君豪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我突然间领悟到了 对啊 我不需要这个地方了 因为我已经自由了 那时候我才明白什么叫做自由 原来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我怎么样运用我的时间 我怎么样过我的日子 我怎么样花怎么样的钱 我怎么样来用我的 处理我的身体 那是我的自由 到后来我发现 以前是我用我的自由来抽烟 来证明我自己长大了 后来是烟在抽我耶 我后来发现 我以前去夜店是要放空自己要去解放 到时候后来我在夜店的感觉是我被困得更深了 但是那一次的经验让我真的完全的跳脱 那个对于他的衣服跟需要 我突然间发现在那一件事上 我又自由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讲的这些的见证 我其实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在我整个人生的成长过程 我很向往自由 但是我发现我必须从很多的不自由里面 去体会到什么叫做自由 等我开始可以面对我生命的软弱 而我与他说No的时候 我发现我是自由的人 那时候我对自由一个全新的体会 自由不再只是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自由是对于你自己不要的 你可以说不 而我在那件事上我觉得我得胜了 我当然不是说我已经变成完美了 但是我发现当我依靠圣灵的时候 当我跟着主耶稣的时候 圣灵可以帮助我面对我当下的软弱 我生命里面的许多的问题就开始一一的来攻克 我就开始活出主所要我有的自由的生命 我可以将我的时间奉献给神 我可以把我的身体分别为圣 来归给神来使用 我将我的生命甚至全然的奉献给祂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分享我这个得自由的经验 当我有时间了 我没有浪费在过去我的那种生活习惯里面 当我有钱了 我没有浪费在那些无谓的花费里面 我的时间跟金钱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我告诉你 我去当兵是因为我那时候没有读书的欲望 但是我很向往能够有读书的机会 等我从美国回到台湾之后 我那时候仍然只是一个国中毕业生而已 可是上帝就给我恩典 我开始改变我生活习惯 我以追求主为由我最大的满足 我就把那时间分别出来 我开始读书 上帝帮助我考上了国立大学 读完了国立大学 我也从军队就退伍了 在我退伍的那一天 我曾经幻想过 那个军队让我非常的煎熬 被困住的那个环境 有一天如果我离开他的时候 我一定要回头过来 然后呢比起我的宗旨给他说 拜拜 然后呢我找人帮我一起放鞭炮 因为十二年的徒刑关完了 但是你知道我当兵当到一半的时候 信主后面的六年 我虽然仍然在军队的环境 大环境都没有改变 但是我里面的人自由了 我里面的人自由的 你知道我在表达什么 我里面的人自由了 所以我外在环境没有改变 思想的环境也没有改变 我里面的人改变了 我有从耶稣基督来的自由 所以当我那一天离开军队的时候 我一点都没有挣扎 一点也没有特别的兴奋 就好像任何一天一样 因为我知道我里面的人已经自由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从人生的不自由到思想的不自由 到最带给我们的最深的不自由 主耶稣都可以帮助我们翻转过来 我过去有十八年的时间在美国 在那里募会 因为我接触到来自于世界各地的人 主要是华人 有很多人都是为了要逃离他原本的环境 借着留学 借着移民 借着难民的身份 跳机 用各样的方法想要寻求自由 想要寻求他们的所谓的美国梦 我很理解 因为我有同样的过程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外在的环境 也许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控制它 也许你现在的社会 现在的环境仍然是限制你的环境 也许你继续的活在一个一言堂的环境里面 也许你继续活在一个 无法有自由思想的空间环境里面 也许你的接触的讯息是被限制的 但是我告诉你 认识耶稣 你就认识了真自由 而这个自由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 我可以跟大家做这样的见证 接受耶稣到你的心里来 祂会赦免你过去一切的过错 祂会从心里面释放你得到真正的自由 而你会活得非常的自在 不论你在哪里 不论外在环境改变了没有 我都告诉你 你里面的自由是没有人可以剥夺的 愿上帝祝福你 愿你跟我一起活在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真自由里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这时候来为每一个在跨的平台上面的 弟兄姐妹来祷告 主啊 也许有些人正在一个身体受限的环境当中 他们多么渴望能够脱离那一个环境 能够得到身体的自由 若是许可 主啊 祢让他像我一样 有一点机会能够体会 主啊 让他们能够活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里面 以至于他们能够来认识祢 来追求祢 甚至去到教会来认识祢 主啊 我们有许多人自以为自己所认识的 已经是一切的真理 但是他们还不认识圣经 好不好 主啊 我向祢来祷告 祢用祢的真理的话来向他们说话 好 叫他们明白 上帝的真理才是真正让我们得自由的真理 不论我们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在哪一个国家 在哪一个宗教文化的影响里面 天父啊 让他们手中有一本圣经 让他们打开圣经 就看见里面话语的智慧跟奥妙 以至于他们在真理里面找到自由 更重要的主耶稣 我为每一个听这个信息的人来祷告 愿他们像我一样 祷告的时候遇见圣灵向他们显现 主耶稣基督 你来敲我们的心门 欢迎你进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当我们还在跟罪恶争战的时候 在我们许多的被捆绑的经验里面 主耶稣你就进来 让我们脱离情欲里面来的败坏 让我们脱离我们生活里面 为自己所带来的很多的经验跟捆绑 伤害跟错误 主啊 帮助我们从这当中完全的得自由 让我们成为自由的人 好叫我们能够像一只 能够翱翔自由的一只鸟 活在你给我们的荣耀的生活当中 孩子祷告 愿主让我们都敬念这个自由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